这些电影你可能看过 但你不一定知道他们幕后的一些故事 在科幻恐怖片《异形一》中 为了让那只穷斯猫队下降的异形做出害怕的反应 剧组把一只德国牧羊犬放在了他的面前 两者之间有一个屏幕 所以猫一开始不会看到它 然后屏幕突然被移开 让穷斯猫停止前进并开始发出伺候 影片中一共用了四只长得差不多的猫来饰演穷斯猫 哈里森福特拒绝了达拉斯船长的角色 异形身上的粘液是一种果冻制造出的效果 扮演异形的演员叫伯拉吉·巴迪乔 选角导演是在一家酒吧里发现的他 这哥们身高超过两米 双臂超长 穿上异形套装之后完全不像正常人 这也是他唯一出演的电影 伯拉吉·巴迪乔于1992年 因连状细胞性贫血去世 享年39岁 这部电影的原始剪辑运行了三小时12分钟 由于影片的复杂性 20世纪福克斯将预算从420万美元增加到了840万美元 根据扮演生化人的伊恩霍尔姆的说法 阿什的脑袋里装的是意大利面条 廉价鱼子酱和洋葱圈 剧组为飞船内的弹使制造了130个外星弹 这是《异形》系列中唯一一部 希格尼韦夫没有获得最高收入的电影 因为当时他还没有什么名气 片酬最高的是饰演船长的汤姆斯凯里特 从最初的故事版中可以看出 剧组应该完全赤身裸体的从超级树面中醒来 可由于担心审查制度被取消了 到2021年 汤姆斯凯里特 希格尼韦夫和维罗尼卡卡特莱特 是八名主要演员中仅有的三名仍然活着的演员 德州电剧《杀人狂》 是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制作《异形》的灵感来源 娱乐周刊将其评为有史以来第三恐怖的电影 2008年6月 异形在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的 科幻类施压影片中排名第7 全金属外壳这部影片的制作非常的拖沓 饰演小丑的马修莫迪恩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不仅结了婚 而且直到孩子都一岁了 影片还没有拍摄完 为了饰演傻瓜比尔这一角色 演员文森特·多诺菲奥增重了70报 这个增重记录一直保持到2020年 这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第一部由电脑剪辑 而非线性拼接的电影 《顺化的最后一战》 剧组从西班牙进口了200棵棕树 从香港进口了几千株热带塑料植物 斯坦利·库布里克因这部电影 获得了他最后的奥斯卡提名 四辆M41坦克 是由一位比利时陆军上校借给剧组的 他是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忠实粉丝 饰演教官的埃米尔 曾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期 担任过海军陆战队的教官 影片中训斥新兵的那些粗话 很多人都误以为是他激进发挥的 其实并不是 埃米尔在影片拍摄期间出了一次车祸 导致他肋骨骨折 剧组为此暂停拍摄将近五个月 影片最后在越南顺化的战斗场面 其实是在英国的一个废弃的媒体上拍摄的 影片入选了此前必看的1001部电影之中 也是美国电影学会 2001年100部最感人的美国电影 由于拍摄周期过长 在终结者二中 饰演约翰·康纳的演员埃德华·弗朗 个头长高了很多 以至于在之后的拍摄中 他不得不站在一个坑里 以保持和林达·汉米尔顿身高差的连续性 这是唯一一部获得奥斯卡提名的终结者电影 他赢得了六项提名中的四项 林达·汉米尔顿在拍摄电梯枪战期间 由于忘了戴耳塞 而导致一只耳朵永久性听力丧失 为了制作T1000的特效 工业光模公司动用了36位工作人员 历时8个月耗费了550万美元 才完成了3.5分钟的荧幕时间 在终结者向沙拉康纳讲述 麦克尔·戴森和天网历史的场景中 阿诺德·施瓦信格是从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的卡片上 读出的他的台词 阿诺德·施瓦信格在这部影片中的片酬是1500万美元 但他的对白只有700个字 他每个字的报酬是21429美元 这是第一部国际票房突破3亿美元的电影 这部电影在上映几次天后 就超过了首部终结者的总票房 影片最初的预算是1200万美元 但最终花了1.02亿 宾的·汉米尔顿当时20个月大的儿子道尔顿 在游乐场的梦中扮演了婴儿约翰·康纳 这是爱德华·弗老的电影处女作 他是被选角导演在一家男孩俱乐部里发现 这部电影有超过300个特效镜头 总市场将近16分钟 关于《闪铃》这部影片 男女主演杰克·尼克尔森和谢利·杜瓦格尔 都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反感 他们认为评论家和观众 把这部影片的成功都归功于了斯坦利·库布里克 而忽视了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努力 尼克尔森和杜瓦格尔说 这部电影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电影之一 斯坦利·库布里克这个强迫症患者 断断续续花了一年的时间 才完成血从电梯里流出来的镜头 电影结尾附近的雪地迷宫 是由900吨盐和压碎的泡沫剧本以席组成 为了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斯坦利·库布里克一直在摧残谢利·杜瓦格尔的精神 导致其备受折磨而且大量的头发 斯蒂芬金对这部电影非常的失望 他虽然承认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视觉效果令人惊叹 但他说那是表面而不是实质 他经常将这部电影描述为一辆没有引擎的豪华汽车 罗伯特·德金罗和罗宾·威廉姆斯 曾有希望实验杰克这一角色 但库布里克在看了出租车司机之后 认为罗伯特·德金罗不够精神病 而罗宾·威廉姆斯又太精神病了 温蒂挥舞棒球棒上楼梯的场景被拍摄了41次 创下了单场拍摄次数最多的记录 影片中的那对小女孩并不是双胞胎 他们一个八岁一个十岁 这部影片大概制作了300个版本的电影海报 杰克·尼克尔森说 库布里克是他合作过的唯一一个要求 实际演员为灯光摆姿势的导演 这要求他们比平时要提前几个小时到达现场 影片中很多超低跟踪的镜头 都是在轮椅上完成的 在影片艰难的拍摄期间 为了去观看温布尔登网球几妙赛 杰克·尼克尔森恍成背腾请了几天假 后来斯坦利·库布里克在电视上看到了 在观众席上的尼克尔森 这哥们身边还有两个女人陪 这件事让库布里克非常恼火 尽管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它还是获得了两项金酸美奖的提名 分别是最差女演员谢利·杜瓦尔和最差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 斯蒂粉金说斯坦利·库布里克的 Wendy·托兰斯版本是有史以来最厌恶的女性角色之一 而谢利·杜瓦尔回记说 闪灵很成功 斯坦利·库布里克拍了一部二流小说 拍了一部一流电影 影片中的派对现场大约有200名演员 库布里克的女儿威威安·库布里克 也出现在了影片中的派对现场 她穿着黑色连衣裙 坐在离酒吧最近的沙发右侧 237房间的这个数字 刚好是请勿打扰的字母数量 影片入选了此前必刊的1001部电影之中 并被粉丝们称为是有史以来最恐怖 但同时也是最伟大的恐怖片之一